千萬不要跟他們比你 好不然你會死很慘 還是說這個遺跡 這遺跡看起來不錯啊 蠻讚的啊 是不是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Ottoman 歡迎回來我們的第20集 首先呢 非常感謝各位 一樣呢 喜歡這部影片呢 或者是這個系列呢 或是我的頻道呢 記得啊 在這個 左下角按個喜歡 左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回來下方留言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那今天呢 我們呢 會做一些比較簡單的事情 比較不會太複雜 因為每天一步的關係喔 所以說老頭呢 這個進度其實 推的還蠻快的 我想說是時候 該放慢腳步去看看周遭啦 像是 這種東西啊 各位有沒有看見這種東西 建築大師這邊的藍圖 老頭一張 不是一張啦 老頭只有三張 而且這兩張還是老頭 私底下去移基闖蕩的時候 獲得的 這個是我們之前 在開直播的時候拿到的嘛對不對 我們後面好多東西都沒有拿到喔 老頭就很小這些建築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些建築非常的美 地中海風格的欄杆 剛好老頭又很喜歡這種淡欄的顏色 真的是太美了 可是我們就是沒有時間去探索這些遺跡你知道嗎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準備取名字 OK取名字的話其實有一個老頭心裡已經影響很久了 就是我們的阿奇 我們要幫他取名叫做 方塊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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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是方塊版本的阿奇 非常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取完名字了 我們呢想要今天輕鬆一點 所以說我要直接就去抓一隻比較簡單一點的生物 剛好其實我也蠻想抓的 那我為什麼走出來了 那我為什麼要走進去了 不要理我 因為我現在要騎著我們的阿奇出發 我們東西應該帶頭了吧 其實我要抓什麼 蜂蜜應該已經告訴你們要抓什麼了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我們來見解 我就是要這個 可是才一個也不夠 他可以拿來做那個 我們身上的裝備 非常的棒 其實這個真的很難打 不是我要講 這什麼東西 元素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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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直接攻擊兩下 這個這個好像是不能馴服的我印象中我之前就看過一次了 這隻是無法馴服的 哇直接二連打 一下八 一下八十六八十幾的在跳的 我們把他比較強角把他咬死看看好了 什麼東西受動 我受到魔法的影響 我也受傷了 為什麼 哇打一下二二三 你有沒有搞醜啊 他寫好多喔 一二四居然打不贏他 那個那個巨型跳鼠在那邊看 把他打死了 水喔 砍一下肉肉 肉被他吃掉了 好 我們來抓巨型袋鼠 他那個好像只是專門就是能給你拿來練經驗值的有沒有然後 經驗值然後打一些水元素這樣子 你看 你這個臉一定要這樣子嗎 大哥你的臉 一臉驚恐 我只是想把你帶走好你就是 我想要讓你成為我們家族的一部分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好我們並沒有要把你給吃了什麼了 你是天選之 天選之鼠 袋鼠嘛對不對 天選 天選的之鼠 你不要你不要驚慌 你這個臉真的是 充滿驚恐的表情 為什麼好好的袋鼠 哈哈哈哈 你要做這樣 那個臉看起來 好像 湯瑪斯小火車 超級像的 哈哈 你跟湯瑪斯小火車是親戚嗎 是不是親戚啊 啊不然你的表情怎麼跟他這麼的下 我快沒有體力了 不要鬧了 趕快把他丟到那個 洞裡面 OK 差不多了 再給他量一首歌的時間 好不好 再給他一首歌的時間 還是說 再給他兩分鐘 喔 有了 太棒了 來吧 哇 這就是我們 湯瑪斯 湯瑪斯巨型袋鼠 嘿嘿嘿 長得超好笑的 哪里 哇 右鍵傷害這麼的高喔 我跳 跳很高 我真的跳很遠 他跳超過一棵樹 翻山月裡 右鍵踹死你 有沒有 途徑蠻強的啦 啊如果沒有飛行生物這個算是一個不錯陸地上的趕路工具 個人覺得不錯 但是呢 方舟生存進化版本的袋鼠目前有做一些更新式 他可以把東西放在袋子裡面這只可以嗎 這只好像 登上育兒袋 這個也可以喔 可是我看不到我自己有點可惜 哇 肚子變好鼓喔 欸這樣子上面還必須要有人移動才行啊 那我登上沒有批用啊 對啊 啊這個要多人模式有沒有 那我可以在育兒袋裡面開槍 可以嗎 試試看 我要登上育兒袋 可以 可以耶 哇 這根本就是雙載的那個 戰鬥車啊 對不對 這個跟方舟生存進化是一樣的一個邏輯 可以在他的肚子的袋子裡面有沒有 進行一些比如說獵捕啊 或者是戰鬥的那個動作 還不錯 啊或者是你的那個夥伴快死了 快進入我的代理 啊然後進入代理之後 趕快逃跑有沒有 哇英雄英雄救 也不是英雄救美啊 那個 就是怎麼講 英雄救英雄 呵呵呵這樣講好奇怪喔 好吧這就是我們的袋鼠啊 我們把它放在家裡 好好的一個袋鼠做成這個樣子 其實還蠻恐怖的你想嚇死誰啊 啊 我們該看的袋鼠也看完了 接下來呢我們準備啊 就要去我們的遺跡探險 啊不過在遺跡探險之前呢 我想要先做一身新的套裝喔 下來試穿一下 我們的鐵骨裝 哇 有嗎 鐵骨裝裝上去了嗎 鐵骨褲子 欸這個好像比較好耶 這個這個是我開開那個遺跡箱子開到的 鋼骨褲子 好那我們就穿一個鋼骨褲子吧 鐵骨褲子就不要了 哇看起來人模人樣了有沒有 喔感覺很屌耶 這個是 比骨裝還要再更優秀的一個套裝喔 然後呢老頭呢又做了這三這這兩樣武器 這把刀 喔這把是鐵骨劍 可惡怎麼沒有要看樣子喔 鐵骨劍長這樣子 喔好酷喔 骨頭跟鐵的結合 鐵骨劍 還有我們的鐵毛也做出來了 咱們的戰力又大幅提升了 有沒有 你知道我們有攻擊的沒有錯嗎 但是我們沒有防禦 老頭想要做的一個防禦就是這個 反甲盾 這個是打甲龍才會掉這個甲龍背甲 老頭有去稍微刷了一下刷了三個 我們來做我們來做三個好了 看他負重多少啊 全部把它做一做啊 反正他只需要一個這個甲龍背甲 OK我們把我們盾牌放上來 看一下 死狗一捏 哇人模人樣 人模人樣的 單手舞在哪一個 喔 死狗一捏 恩 死狗一捏 我還可以這樣擋 而且這個還有 因為這叫反骨甲的原因就是他有反傷的效果啊 好所以說我覺得應該蠻棒的 而且他耐久480 超高的 有沒有他說可以反彈一部分的近戰傷害 好的我們現在也被妥了 阿我們的肉也帶夠了 我們的熟肉好多喔說真的 我們肉也帶坨了 食物帶夠了 水 去填填一下 填滿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 OK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末日之地喔 我現在馬上就來末日之地的遺跡我會不會神產啊 其實我是沒有看過這邊的遺跡啊 好不好我們稍微逛一下好了 那邊有那個火炎魔 元素 火元素 我不要理他 好理他你會死的難看我說真的 絕對會死的難看 好還是說 還是說我們去左邊的 左邊沼澤的遺跡啊 因為我記得左邊沼澤遺跡也非常的多耶 好那獨眼巨人 千萬不要跟他們比你 好不然你會死很慘還是說這個遺跡 這遺跡看起來不錯啊 蠻讚的啊 是不是 不是 哈囉 哎唷呀三小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哇 等一下什麼鬼東西啊 嚇我一跳 我的天啊 這是 這怎樣啊 Are you kidding me 我想看一下叫什麼名字耶 我會被他打 Hello 你好嗎 衷心感謝 可惡我現在又去 欸欸欸 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他打我其實不怎麼痛耶 我把他打死了把他打死 嫩 我現在拿盾牌我沒有辦法掃啊 我想看他叫什麼名字啊 我靠這實力是滿的耶 死神 啊算了 我們還是離遠一點好了 呵呵 可以遠觀而不可洩完煙 你看沒有石頭人 呵呵 我們找時間再來抓一隻石頭人好了 這看起來就是遺跡啊 對不對 而且我們好像沒辦法進入耶 對不對 我們實相鬼太大隻了 好吧 那這樣既然如此 這裏吧 就決定是這裏了 啊 你要乖乖的在這裏不要動哦 接下來的路是非常的危險 已經看到那邊有一隻了 這應該是屬於 什麼叫大河啊 這可能是屬於 末日之地與魔法森林之間的遺跡吧 沒關係不管了 不知 36 哇 來了來了 哦 哦 石像鬼 救我 打他 打他 打 打他全家 殺他媽媽 打他全家 哦靠這個血太多了 我已經有點擔心我能不能在這裏 啊 度過了啊 沒關系 實相鬼 暫時幫我 幫我 幫我 做一下傷害啊 我們不能 我們還是得依靠一下我們實相鬼 我已經 緊張到油倫次了 實相鬼 實相鬼進得去嗎 答案是不行 不過他可以幫我們做傷害 棒 來啊 25滴而已 笑你 25滴 25滴而已 那你過來啊 沒在怕的啊 哇 掉寶箱 哎 好酷哦 不過來 不過啊 我自己下去 可是我卡住了 哎呀 丟哪裡 丟哪 哦呦 丟哪裡 哎呦呀 哎呦被煩死了 被自己給煩死了 弱 普通的同學 同學 你好 你好 是同學啊 同學 居然是同學啊 呵呵呵 同學 啊 這邊有骨堆 哇 這邊一機好酷哦 這樣才有冒險的感覺 對不對 咱們來冒險 骷髏頭 冒險是吧 來啊 來啊 我盾感覺會爆掉哦 哦呦 我好像頂得住他們的傷害的樣子 盾爆了 盾爆了 頂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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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盾 換盾 換換換換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啊 死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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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要死啦 不行不行我打不贏 可不可以使用什麼魔法之類的 啊可惡 我覺得我應該要吃藥靠 忘記帶藥水 我覺得我們 這些裝備不夠打這邊的遺跡 我說真的 不夠打不夠打 我們撤退吧 我覺得我們還是該撤退了 說真的 好啦我們把我們迅猛龍帶過來哦 看看有沒有辦法會比較好一點 基本上迅猛龍的優勢就在於他的攻擊速度非常的快啊 但是 我不ok就不曉得 因為畢竟我們血很少 而且我發現我會卡住 我根本進不去 你這狗開玩笑 迅猛龍進不去 打你呢 靠北 咬五十五十能打什麼毛啊 救命 哈哈哈哈 我靠我靠也太多隻了 救人哦 救人哦 不要 我的迅猛龍會死 幹 我迅猛龍死掉了 算了 爛迅猛龍 雖然等級不高 好 沒關係 不夠我們再抓就好了 狼哥 看看你的效果如何 好不好 你的血量至少又1300 比迅猛龍ok多了吧 雖然攻擊力很低啊 好 這狼好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來我們下來找一隻 庫魯頭 哈囉 唉唷 攻擊怎麼那麼高啊 唉剛剛有沒有看到 400多 沒有那是 啊我看錯了 唉不對我沒看錯啊 幽靈狼攻擊力這麼高哦 唉U4唉 可是打我也很痛啊 說真的 我打我咬他也很痛 101 但是他打我也很痛 好解決了 等他攻擊的時候 把他推開有沒有 推開 有沒有 攻擊石推開 我被打到了 攻擊石推開解決 完蛋囉 完蛋囉 我給他吃這種熟肉啊 他可以補更快更多耶 原來如此 大寶箱 我終於找到你了 什麼 煙霧彈 嗯 爛東西 我要煙霧彈做什麼 老頭又把這個 暗影爆給帶出來了 齁 那在帶出來之前 老頭突然 有個想法 就是說 這邊的 遺跡的怪物啊 都是 不死系的 對不對 全部都庫魯頭嘛 就是不死系的嘛 所以說老頭想說 要不要就是 用他光屬性的魔法 但是光屬性的魔法呢 他需要用高階的法杖 也就是這個 大師法杖 才可以裝備 那我不知道用光屬性去克這個暗 有沒有辦法 應該吧 就是可能骷髏就是暗屬性 或是不死系 那這個這一把做出來其實也蠻麻煩的 他除了一些銀錠 跟一些其他的裝備 材料之外呢 他還需要個最重要就是 飛馬的腳 老頭呢 也是刷了一下子之後呢 才刷到的 他只要一個飛馬腳 但是 並不是每一隻飛馬都會掉 所以說老頭也是 刷了一段時間才刷到的 然後呢 我們先試試看魔法好了啦 因為現在這種情況 哦 這麼大一把 哇這麼亮 近看有點不舒服啊 好 我們直接先先打他好了 不然的話他感覺會 對我那隻幽靈狼造成威脅 呀假 我假 誒 誒 到底有沒有打啊 回復魔法 誒我被打到啦 這個魔法到底有沒有 屁用啊 幫忙補血的嗎 哦 這是補血魔法是不是 我被打了我看一下 誒回好快哦 光魔法到底有什麼作用啊 無傷害但具有治療效果 是有啦 這邊有血 剛剛沒有注意看 刷了 既然都這樣子了 繼續往下走 這些怪好像都重置的感覺 感覺好像貌似重置了 所以說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好不好 我們直接就往下衝衝到底了 我們直接就往下衝衝到底了 寶箱好像都拿完了耶 靠北 紅骷髏是什麼意思啊 這裡就有紅骷髏 尷尬了 天降甘霖 暗影 我們的暗影爆被咬死了 What 我在想啊 如果我把它變成方塊有沒有 把它變方塊之後啊 再下去會不會怎樣 試試看好了 這個空間很適合把它丟進去啊 就可以戰鬥了啊 幹為什麼 不燙不燙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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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痛 我103 我 furious tann ه Tann Bill 我居然上火了 你為什麼要著火 我會死 啊我贏了 我贏的是弱澤 我居然贏了 哇 乾會死 別再丟啦 求你啊 回血喔 錢寶箱時間 哈嘍 丟屁丟 這到底對他有沒有回血沒有幫助啊 超級好奇 給你吃一個 挖箭把他吃掉 是有多餓啊 來快吃快吃 快補血 加傷害 回血喔 攻擊 攻擊 我的攻擊勒 我的攻擊勒 嘿嘿嘿 啊這怎麼打啊 兩隻會丟的啊 前面寶箱就是盡在咫尺啦 拼了拼了拼了 50滴算什麼 我不怕這50滴 哈哈哈哈 這隻在空中 啊 魚波蕩漾 50滴算什麼 啊 有沒有看過 彈彈樂啊 哇 終於把我們全部清完了 大成功 太讚了 什麼啊 黑魔法 光魔法是會回血嗎 對不對 我手榴彈 怎麼都給這些 有點小失望欸 說真的 我看一下黑魔法他是怎樣 是增加攻擊力嗎 對金屬建築造成更高的傷害 可以短時間 可使目標短時間無法瞬間移動 金屬建築 他每個都有每個功用欸 對木材建築高傷害燃燒效果 暈眩值提高 封魔法造成大量傷害 這個我們沒有試過 而且我們現在有三個了 我們去 我會不會死掉啊 哈哈哈哈 我會不會死掉啊 我已經受到那個雷吉的洗禮了 洗禮了 喔 欸這招猛喔 我們以後就帶這個出門了啦 帶這個出門可以刷裝 刷裝刷裝 用完了 用完了用完了 直接來個現場來個旋風欸 真的以後我們刷一機就用這種方式刷了 雖然傷害低但是 算蠻有保障的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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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們這邊好像是會重複生怪是不是 那褲頭狂生出來欸 看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啊 妖許妖許 先回家先回家 啊這時間告訴我們使用瘋魔法 就可以很輕輕鬆鬆的刷掉這邊的遺跡的東西 我學到了 好 這不能變方塊欸 我們暫時先把它放在這裡好不好 反正 搞這樣好像會死掉欸 哈哈哈哈 怎麼辦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做結尾好了吧 好啦我覺得我們遺跡探索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齁 那我們大概學到了很多東西啊 一些魔法的一些用途喔 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以為他所有的魔法都是可以造成傷害的 原來有一些小部分呢 是對建築物或者是 對其他的才會有效果 所以說呢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今天其實內容差不多就是探索居多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幫助犯快 再見了 掰掰 我們看到了 我們坐在這裡 在哪一集